这位法官的行为是不是太失序失控了 这位法官呢疑似他的车子被擦撞 他居然就情绪抓狂 这是在高雄地方法院服务的一名男性法官 他因为他的轿车遭到一名女子擦撞 他居然就动手掐住了女方的脖子 还口出恶言狂骂这位女子没叫养 也因此现在这位女子要对法官提出告诉 超超的电视剧拍到 男法官用双手用力掐住女生的脖子 不让他走 两个人拥有按钮去 电源一看不对劲 赶快冲出去立刻制止男法官 被掐的女学生打电话向妈妈求救 妈妈感到超伤 法官愚怒未消 开始大骂狂飙 这么没有叫养 超级没叫养的啦 我告诉你 你妈妈白养你的啦 你要知道 这么没有叫养 火气这么大 是因为这名法官说 自己的车停在路边 这名女生骑机车过去 卡到她的保险杆 居然都没下车看看 她尾随女生到超伤 要对方道歉 但女生说 她根本没有擦撞到车子 换红线的 那边是不停车 她的意思是说 我女儿骑摩托车上来 就卡到她的车子 说她在里面车子有摇晃 她女儿感觉有摇晃 可是我女儿说 她根本没有感觉任何的动静 她在门口就对了 里面大喊 你赶出来就死定了 想到我走的时候 她真的掐我脖子那一扇 那我就有吓到 这种人可以当法官 掐人脖子又狂飙对方没教养 这位火气很大的男性法官 可是被高雄律师公会 票选为品性最佳法官 两年前曾经有律师上网贴文 影射她的人格 不会比妓女高尚而被她告 不后来证明律师无罪 如今她动口又动手 被她掐的女生 要告她公然侮辱 伤害跟妨害自由 平时仲裁案件的法官 这下子成了被告 谢谢大家